县府农业处办理陪伴长辈绿色疗愈 总共有四场 日前来到凤山社区活动中心办理第二场 由至上文化关怀协会协助办理 县议员林一如也特别到现场和长辈一起DIY 并且关心长辈的制作过程 适时的给予协助 也期许未来农业处可以到各乡镇多多办理类似的活动 很感谢南导官的荣协处有巧思 透过绿色疗愈 让我们的士专来动动手 来做DIY 尤其我们看到今天他们安排的库顶 里面有陶饰品的DIY 也有绿色小植栽的DIY 这些饰品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士专 透过脈絮 对食材的刺激 来做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收拾 可以牵着以外 走到幸福顶 有生酒感以外 也可以跟我们家人来分享 这盆栽一如觉得相当的好 绿色可以来疗愈我们的心情以外 看到这些赤色的东西 可以来放生心情以外 我们也会让他们来做品 走回家和家人来分享 也来鼓励到我们的乡亲 多多到我们的一个据点 能够有更多元的一个安排活动 让我们的士专 透过这个当手 跟这些士专 共同的来学习互动以外 我感觉说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豐富 更加快乐 这是我们所期待 指导老师果果表示 为了让长辈好上手 先将陶制的挂饰烧制完成 再让长辈进行彩绘 创造属于自己的陶制钥匙圈 而社区长辈也都做得非常开心 并表示要将钥匙圈挂在随身包上面 凤山社区理事长蓝红仁表示 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社区长辈体验 更可以防范失智症 是非常棒的活动 我觉得社区的长辈都非常有创意 因为我们的图案就是有简单的两种 但是画起来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就是借由这个活动 让他们的手可以更灵活 林毅如议员 带我们的团队 智商关怀学会来这里把我们上课 上这个艺术和上这个政会 对我们社区来说是一个对长辈很大的好处 因为长辈需要透过这种艺术来唤起他 不会有那种失智的状况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减缓失智 凌辱一眼对我们的这个社区非常关心 那也请这个智商协会来帮我们做这个艺术的 还有种花的 制作完陶式钥匙圈之后 更有直在DIY 让长辈透过动手做的过程 互相交流学习 生活也会变得更丰富 记者壮一体南陶式采访报导